前段时间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有这个全面粉丝问到我说张伟丽能够打几个普通男人 因为当时没有时间去回答 所以我觉得我事后想一想还是蛮有意思的这个话题 就是说职业运动员到底能够打几个普通人 那我们先分析张伟丽 张伟丽是女子选手 她呢一拳的力量应该是在510多斤我查过 那正常女性的这个力量也就是自己体重相反的这个重量 大概100多斤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如果是普通男人什么都没有练过的话 那我觉得她打个三四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因为她是UFC的顶尖女子运动员 然后她的绝对力量又这么强 张伟丽如果打职业运动员 比如说泰森她会怎么样 那如果是泰森颠分时期打拳击柜子 那我觉得张伟丽毫无胜算 这是我的看法 那如果加入地面加入MMA 那我觉得这个张伟丽的胜算就会大很多 因为一旦将泰森拖到地面 泰森就很难赢得比赛 之前我记得这个泰森跟这个张伟丽之间 还是有一些这个小的这个争议 比如说泰森说张伟丽如果跟罗斯对战的话 罗斯会碾压她 那张伟丽也说她不懂MMA 那她说的也是事实 泰森的确不懂MMA 后期张伟丽也向这个泰森道歉 在那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现象 因为作为一个顶级级的运动员 在一段的这种五花八门的这个事件当中 可以让自己的心态越来越好 其实对她未来的比赛 对于掌控自己的心态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希望张伟丽能够在未来的比赛当中 能够越打越好